大家好 这里是绿正悟空i4u 关于莫洪伟案呢 我会及时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所发现的信息 今天下午呢 我在推特上注意到有一个推友呢 他转发了另一个推文 那这个推文他说的是 孟七香港护照无业两年来在里昂最chic的街区之一 租住一幢实用面积270平米的豪宅 月租呢5万多人民币 由于并无住外人员家属的身份 他在法国的奢侈生活排长 并非由interpol就是国际行经组织或公安部出资 媒体应该去他梁家里看看 顺便问问他这些年你挥货的钱哪来的 关于这个推文呢 我要跟大家说几点 就是第一 我觉得从他的效果来看 他的动机似乎是给孟宏伟的妻子污名化 然后呢 关于他这里面提到的 并无住外人员家属身份 这个呢 我相信很多人 另外我也确实看到了 就是说这个消息是这个推文 我之前就看过类似的说法 我觉得他的这个说法说 并无住外人员家属身份呢 是应该是引发读者去联想说 他有可能不是孟宏伟的婚内妻子 是小三身份 这个我已经看到网上有这种说法 但是呢 考虑到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有一个匿名用户爆料 孟宏伟妻子身份的 他这里面用了一个说法叫什么呢 说他是擅自到达法国 所以从这个擅自来说 我当时说这个很显然就像是他们内部的人 然后说他违规了 所以应该是一个内部人 是不是有动机的爆料就不知道 但如果说他是 就是孟宏伟的合法妻子 那可能是因为他擅自去的法国 所以他才是并无住外人员家属身份 我觉得这个要这样的话 那么现在这个叫做Anna Roy 这个推特的账号 他用这种说法说 由于并无住外人员家属身份 这个呢我觉得是不是就是更像的一种 有目的的污名化的 让人联想他是一个小三身份 实际上呢有可能是他适合法妻子 只是因为他擅自去的法国 所以他才并无住外人员家属身份 这是他后面说的 他说媒体应该去他梁家里看看 这个呢就更说明 发这个消息的这个推特账号 应该是孟宏伟夫妻 他们在法国李昂的一个生活圈子里面的知情人 这样他才有可能说你应该去他家里看 因为这个人他应该是去过孟宏伟在李昂的家 所以才会发这样的推文 那为什么我不去找 直接找这个 这个叫Android69这个推特账号呢 因为我发现 他这个推特账号 已经关掉了 所以就说这样的话就更显示出 这个是不是刻意放出来 然后就放完就跑 那么他的目的呢就更 更倾向于就说 污名化 污名化完以后呢你也找找我 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这是我的一个揣测 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 在网上我们进一步按照这个推文 他的这个推特账号去搜索的话 找到了他发的这个照片 所以这个照片很有可能就是孟宏伟 一直没有曝光的那个妻子的照片 因为他这个 这个上面的相关的内容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推文 推特的信息 好 然后呢我看到我就去试图找这个 就安妮诺69看到有一个跟他相关的叫 安妻安妻的账号 他有发 就是有向这个安妮诺这个账号回复 他说那这个女的就不是和孟的合法妻子 看到没有 就有点 就是红白脸 一个放出一个 并无家属身份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把他这个去解读 解读成他希望大家去理解的这个角度 但是呢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个人判断 他是合法妻子 而只是因为他是擅自到达的法国 所以才没有这个身份 但是呢 现在看来就看来就是说 他们先是这个安妮诺69这个账号 说他是并无住外人员家属身份 然后这个安妮这个账号呢 就跟他配合 说那就是说那个就就把这个解读一下 更隐身一下 直白一下 说得更直白一下 然后呢 说难怪查不到 然后后面我看他还有说什么 他说透露的也是有限的 既然是代表孟奇 为什么没有任何信息滴水不漏 不让大家知道 然后他说没有人攻击他 只是他说话不懂事 纠正一下 然后呢 他说现在开始不再讨论孟奇 除非他有胡说八道过头了 诶 这个就这个就目的性很明显了 就是看起来就是 你孟宏伟的妻子 你如果出面说说话了 诶 那么这些就会有一些账号 在网上对他实施一些 污名化的攻击的效果 那我是有去看了一下这个账号 这个账号呢 我去看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看他的标题 是中美双方的一些高层人员会面的信息 我现在都怀疑这个 所谓的Andrew 是不是这个这些人员当中的其中一个人 然后他对自己的身份介绍 他说是致命中国作者 纳瓦罗的边外学生 致命尊重事实与常识 中美关系研究爱好者 但是我注意注意看了他的一些推文 他的推文呢 是很推崇和平和陈小平 和平跟陈小平我都已经说过了吧 就是他和平陈小平明进 然后跟那个叫什么 石头计 还有草包法官感觉 像是一个利益链上的人 好 再我们看看 结果呢 再往后一些 下午更晚一些的时间呢 我就收到了另外一个推文 一个推友的推文 他说攻击孟七的败类们都给我闭嘴 说他孟七不是共匪 而是民主党人 据悉 孟宏伟妻子 Grace Moon 原名 高歌 山东人 这个呢 我有看到另外一个 就是说 好像暗示说他是青岛人 而且呢 说是好像自己 他的高歌的家里面 也应该是 不是一般的老百姓的家庭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爆料 跟我之前看到那个 说他有可能是青岛人的话 这个也吻合了 说他是山高歌 山东人 1972年生 然后呢 于孟婚生 一对现年七岁的双胞胎男孩 后面的信息呢 这些我们都有 已经知道了 然后是任中国民主建国会 青岛侍卫副主任 但是呢 我倒是觉得 就是说从这个照片 如果这个照片确实是他的话 这可是说什么 团示委 这个的话 似乎意味着 他有可能是 还是至少是 中国共产党的 边缘组织的人员吧 所以这个呢 我还是持怀疑的态度 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今天下午发了一个推文 说如果孟宏伟妻子的身份 仅仅是家庭主妇的话 我就出镜直播 现在我总算安心了 好 谢谢大家 拜拜